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说一个以往没有设计过的案件类型 就是婚内强暴 受害人叫李小霞 1978年出生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里面 他非常的优秀 名牌大学毕业之后 就在郑州市的一个行政单位 当文员 刚工作嘛 这算是起步很好的了 李小霞呀 不光人家上学的时候成绩优秀 工作之后工作业务能力突出 最主要的人家长得还漂亮 所以李小霞就成了很多男士追求的目标了 2004年6月份的时候啊 李小霞呢 因为公事去上海出差 也正是这一次出差 让他认识了他命运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 这个人呢 叫于生平 是河南洛宁县人 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里面 但是他呀 也是从小勤奋刻苦 心里面呢 有着远大的理想 有着抱负 通过努力学习 也考取了不错的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呢 本来是到了政府部门工作去了 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 哎呦这当了公务员了 端起铁饭碗了 这是好事啊 但是于生平 绝不满足于此 所以在别人的不理解和家人的反对声中 把公职就辞掉了 独自闯荡到了郑州 做建材生意 经过几年的打拼呢 确实这事业上 那是顺风顺水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有房有车 也是管辖着上百人的总经理 这算是成了当地的商界新秀了 要不说优秀的人 人在各个岗位上都那么优秀啊 要说这于生平啊 长得不出众 普普通通 那么他是靠什么吸引李小霞的呢 是他的那种自信开朗 他的那种能言善辩 以及他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 李小霞那么漂亮 于生平这么能干 所以这俩人呢 互相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之后 2005年5月1号 他们俩呢 在人们的祝福之中啊 就走上红地毯 走进婚姻殿堂了 就正式结婚了 大家结婚呢 我发现不管在全国哪啊 都特别喜欢挑五一前后 十一前后 这两个日子 结婚之后 那不就是洞房花烛黑夜吗 对吧 在洞房里边啊 余生平看着这李小霞 那么漂亮的面庞啊 那么漂亮的身材 哎呦可就激动的不行了 所以上去一把就抱起李小霞 扔到了床上 紧跟着可就扑上去了 李小霞让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吓呆了 不 他下意识的可就喊出来了 可眼前这余生平啊 太激动了 一点都冷静不下来 整个脸呢 都变了形了 李小霞怎么着 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 于是李小霞就在那喊着说 别急啊 我们还没有 他这话还没说完 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余生平粗鲁的动作可就把他打断了 甭管怎么挣扎 李小霞毕竟是身体担保啊 他不是丈夫的对手啊 余生平呢 疯狂的撕扯着李小霞身上的衣服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 眼泪已经从李小霞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激情过后 余生平看着妻子李小霞满脸的泪水 他呢 也有点后悔了 轻轻的就抱着李小霞 小霞 我爱你 你爱我 就要尊重我 李小霞呀 还是没完没了的在那哭着 新婚之夜 丈夫算是得到了激情 可是留给李小霞的 只有恐惧 甚至是愤怒 他呀 后来也安慰自己 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次 丈夫太激动了 所以才导致这样 可是李小霞确实是想多了 结婚第四天的时候 李小霞呢 就到了生理期 因为立驾身体不舒服 吃完晚饭呢 早早的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反正迷迷糊糊的时候吧 就感觉有一双手就在身上 在那来回游走摸索着 这时候李小霞在惊吓之中 曾能就把眼睛给睁开了 就看见余生平啊 正在用渴望的眼睛 注视着他的身体 于是新婚之夜的那份恐惧 再次涌上心头 李小霞也顾不上身体难受了 一咕噜声可就爬起来了 抓住了余生平的手 我来立驾了 余生平听李小霞这么一说 有些失望了 但他呢还是点了点头 啊 那就不能要了 要不然会生病的 听到这句话 李小霞还是有些感动的 你看 我丈夫啊 还是比较体贴的 看来新婚之夜 那就是一个意外 于是放心的就躺下睡觉了 可是平静了没多大一会儿 余生平又不顾一切的抱住了李小霞 李小霞呀 发了风似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 从小到大 李小霞对于男女之间的这种真洁啊 都非常的重视 他呢 从小就讲究干净 这种干净不仅是身体上的 更是心理上的 其实我们说啊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一种心理障碍 李小霞呢 惊恐的 就在那打着余生平的胸膛 一边打 一边流着眼泪 你为什么这样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李小霞质问着他 可余生平呢 根本就不顾这个 妻子李小霞这小拳头打到他身上啊 那一点也不疼啊 再者说了 反而更增加了他的授欲 他感觉很刺激 动作呢 就变得更加的粗鲁野蛮 李小霞大喊一声 可就晕了过去 等醒过来之后 看看床上的血迹 自己身上呢 又是非常的疼痛 他明白了 哪怕是在昏迷之中 哪怕自己在生理期之中 丈夫也没有放弃 对自己的暴行 看见妻子李小霞醒了过来 发泄完之后的余生平 抓起了李小霞的手 也是后悔莫及 他呀 抓着李小霞的手 朝自己的脸上就打了过去 老婆 是我不好 我没能控制自己 我伤害你了 可我是爱你的呀 生活算暂时恢复了平静 一连好几天 余生平再也没有侵犯李小霞 就像个犯错的孩子似的 本来李小霞就想着 可能他真的意识到错误了吧 可哪想到 婚后第九天的晚上 悲剧重演呢 李小霞呀 觉得自己就跟掉进冰窟窿似的 这算是进了虎口了 难道我的婚姻就要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承受他的性暴力吗 过了半天 李小霞呀 还是跟余生平说 生平 咱们还是离婚吧 余生平一听见这个 可就慌了神了 他确实啊 心里边是喜欢李小霞的 他就抱着李小霞始终不松开 一直在那道歉 直到李小霞筋疲力尽 这才答应原谅他 李小霞觉得自己啊 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活的怪圈 白天 余生平 是大家眼里疼爱妻子的好丈夫 是一个叱咤伤海的商界新秀 商界精英 而晚上呢 余生平可就没有了表面的儒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焦躁 粗暴的野兽 对于李小霞来说 每天晚上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2005年8月份的时候 李小霞的表姐新买了房子 因为房子啊 正在装修没法住人 所以呢 暂时就住在李小霞家 因为有外人在家 余生平呢 有所顾忌啊 一直压抑着自己的这种欲望 半个月 那是相安无事 这天中午啊 李小霞正在家陪表姐说话呢 这时候余生平 满身酒气的就回来了 李小霞上去 接过了余生平的皮包 可哪知道 余生平一把 就把李小霞给抱了起来 跟他一块倒在了沙发上 随后啊 竟然伸手要脱李小霞的裤子 这可太疯狂了 表姐还在家里呢 就在那眼睁睁的看着呢呀 看到余生平这种疯狂的举动 表姐都惊呆了呀 不至于吧 人谁 夫妻俩亲密的时候 不得避讳着外人点啊 这当着外人的面 怎么就这样啊 当着外人的面 再次遭到强暴 李小霞再也忍耐不住 自己心里的怒火了 他呀 一边骂着畜生 一边在余生平的身上 脸上是又抓又挠 最终余生平没能得逞 但是李小霞身上的衣服 也都被撕成一片一片的了 既然余生平能在表姐面前 还会有这种畜生的行为 那么总有一天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强暴他 为了早日摆脱余生平 李小霞决定一定要离婚 余生平看李小霞非要离婚 这时候可就跪下了 小霞那天是我喝多了 所以才丧失了理智 我就是一时冲动啊 我呀 可是这时候的道歉已经不起作用了 之前道的歉太多了 结果呢你改了吗 并没有啊 李小霞对于这样周而复始的 施暴道歉原谅再施暴已经麻木了 在他心里只有仇恨和绝望了 他呀冷冰冰的就打断了余生平的话 如果你是爱我的 你就同意离婚 放我一条生路吧 不想再见到余生平的李小霞 自己就回了娘家了 第二天呢 余生平带着丰厚的礼品 就到了自己的岳父岳母家来接妻子 李小霞呢也怕父母跟着担心 只好又跟着余生平回家了 可刚一进家门 余生平一把抱住了李小霞 摁到了床上 李小霞咬牙切齿的 就警告余生平 余生平 从今以后 你永远都不能碰我 你要是再敢过来 我就从阳台上跳下去 那么余生平能够有所收敛吗 婚内强暴到底算不算违法行为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过了 李小霞后来就警告余生平 说如果你在这样 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看到李小霞这种愤怒的眼神 怨恨的眼神 余生平也不敢用墙了 为了避免再次受到侵犯 也为了早日离婚 李小霞每天晚上一进卧室 就把门给反锁上 妻子的厌恶啊 让余生平感到挫败 妻子的这种禁欲啊 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这种抵抗 更让余生平在性的欲望之上啊 那是迅速的膨胀 尽管如此 余生平还是不想离婚 他还想着能得到李小霞的原谅 2005年9月20号 是李小霞26岁的生日 余生平特地在一个大酒店 花了5000块钱 给他办了生日宴会 可是李小霞毫不领情 人家拒绝参加 李小霞的这种冷漠 可就刺痛了余生平了 难道想和自己爱的女人在一起 这也错了吗 哪一对夫妻 不会发生这样子的关系呢 我们这样正常吗 那一个晚上 余生平在沙发上 一直坐到了天亮 2005年国庆节 余生平啊 在公司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庆祝酒会 不仅有公司的所有员工 还请了不少大客户和政府官员 余生平没告诉李小霞 他知道李小霞肯定不会给他这个面子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李小霞不请自来 余生平看见李小霞 非常的兴奋 于是呢 他就站到台上宣布 我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除了有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之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人 就是我的妻子 可李小霞这回来啊 根本不是打算给余生平站台的 他也上去了 在你们眼里 我们应该是值得羡慕的 我也应该是幸福的 可是 我的生活并不幸福 他是一个婚内强暴者 我们正准备离婚 嘿哟 他这话 在这么一个场合上啊 这等于在酒会上 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啊 不仅让余生平斯文扫地 更是影响了他在商界的声誉啊 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 那么多的商界精英都在这呢 大伙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呀 这该股掌呢 还是该该怎么样的 得了吧 别吃了 赶紧走吧 商场失忆 情场失忆 这对于余生平来说 这是双重的打击 他就感觉啊 自己失去了整个世界 从那以后 整天的就是吸烟酗酒 没有心思再打理公司了 2005年11月18号早上 醒来之后的余生平啊 发现妻子的卧室没锁门 此时他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和妻子亲热过了 他就感觉浑身燥热燥热的 于是呢 就到了李小霞的床前 李小霞被惊醒了 他明白余生平到底是想干嘛 于是奋力的抵抗不让他得逞 余生平这时候啊 就想到了这几个月来啊 我这日子过得太狼狈了 太惨了 于是这个愤怒也就涌上心头 两眼啊 发出了野兽似的光啊 抓住李小霞的领口 就打了几个耳光 惊恐之中 李小霞挣脱了余生平的控制 本能的想打电话报警 失去理智的余生平 从厨房拿来采刀 恶狠狠的朝着李小霞就砍了过去 最终李小霞死在了余生平的刀下 2005年12月16号 余生平在老家被警方抓获 余生平被捕之后啊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没有正式婚姻 刚开始一味的追求刺激 让妻子绝望 后来又在夫妻关系破裂之后 极力的维持婚姻 现在想想 实在是太可悲了 我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这婚内强暴啊 之前没有设计过 所以在这儿呢 也给大伙多说两句 做一下法律的科普 什么叫婚内强暴 怎么定性 怎么界定 这是一个问题啊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面 说结了婚了 无论是女方要求男方 还是男方要求女方发生性关系 这都是正常的 其实不然 只要你是强迫对方发生了性关系 对方不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那么你这就是婚内的强暴 婚内强暴对这个受害方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啊 都会造成这种极大的伤害 关于婚内强暴怎么定性的问题 其实啊 在法学界呢 也是有一些分歧的啊 有一些学者认为 婚内强暴不构成强奸罪 但是不构成强奸罪 这不意味着啊 说丈夫可以对妻子为所欲为 就把妻子当成性奴隶 也不意味着法律 对于丈夫侵犯妻子性权利的这种行为 无能为力 那么对于婚内经常性的强暴行为 可以啊 适用刑法里面关于虐待罪的规定 虐待罪呢 其中有一条规定 就是虐待家庭成员 情节恶劣的 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虐待罪的犯罪的课题 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 与身心健康 所以如果一方对另外一方 采取了这种婚内强暴 这就可以明确的啊 被看成虐待罪 当然呢 我们再来说说这起案件里面 可能有的朋友会不理解 说两个人结婚了 这妻子不同意和丈夫发生性关系 这对于丈夫来说是不是公平 其实啊 我们就放到这起案子里面来看 余生平如果在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能够更多的顾及到李小霞的感受啊 那么就不会导致这后面所有悲剧的发生 这代表着什么 余生平在某种程度上 对于两性知识啊 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女生在第一次性关系的时候 因为处女膜的破裂 她会有疼痛 伴随着疼痛的还会有恐惧 本来呢 就是需要双方不断磨合的啊 最终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但是如果不顾及到女方的这种恐惧 不顾及到她身体的这种不适感 只会是加重女生对于这种性关系的排斥 我们再来说 余生平后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行为 对妻子造成了伤害 那么你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补救方式 但是呢 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正确有效的办法 在其他生活方面 那是百般补偿温柔体贴 但是在性生活之中 她的这种行为 一点没有调整改变的 依然是那么的粗暴啊 这就会让妻子越来越恐惧 对性生活越来越厌恶 直到反抗也越来越强烈 而在这之后呢 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李小霞越来越恐惧 所以呢 就更加不愿意有这种两性生活 而你不愿意有两性生活 那这余生平啊 他更加感觉到 这个需求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啊 心里的压力更大 最终呢 可能又会导致下一次更加的粗鲁 那么这就是周而复始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那么咱们再来说 李小霞啊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应对方式 我们来说 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吧 他一直是处于极端被动的那一方啊 其实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恐惧啊 把你自己所希望得到的这种诉求 告诉余生平 两个人呢 有好协商吗 但是呢 李小霞一开始是处于被动 那么在被动到极点的时候 在受打击到极点的时候 于是又开始百分之百完全的拒绝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始终啊 没有得到一个解决 我们再来说一个 可能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李小霞在某种程度上 观念里面啊 对这种两性行为 他认为是肮脏的 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 20年代了 对吧 但依然是一个弹性色变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面的性 仍然是肮脏的 其实啊 我们要把这个分开来看 肮脏的性 那就是肮脏的 比如说卖音嫖娼 对吧 比如说这个夜情 对吧 那他就是不干净的 但是已经走入婚姻了 那么两性生活 这是保证生物能够繁衍生息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呢 他没有什么肮脏的呀 这也是夫妻关系啊 这也是婚姻爱情里面一个很好的调味品 对吧 所以相应的学校里面也好啊 包括家庭里面也好 对于孩子的这种性教育性引导 其实我们做的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事情应该值得啊 更多人关注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 当面对婚内强暴的时候 那么被动的一方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你得学会保护自己 当强暴正在发生 或者说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 建议啊 不要玩命抵抗 因为抵抗的结果 可能会激起对方更强烈的这种征服欲望 那么自己很可能就会遭受更严重的伤害 第二个呢 就是加强夫妻感情的沟通啊 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诉求 能够跟对方啊 及时的表达 第三点呢 共同学习科学的性知识 对吧 包括性道德啊 性法律知识啊 第四点呢 就是当有了这种婚内强暴行为 无论是对方的问题 还是自己的问题啊 建议去一些专业的心理机构啊 去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 来进行诊治 来进行这种医疗的介入 这对于解决这些问题 是一个最根本的啊 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婚内强暴啊 始终呢 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聊聊 您对婚内强暴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们刚才啊 从法律角度上啊 从一些性健康 包括性教育角度上说了说 但是最后呢 我先来说说 我的个人的观点啊 在妻子不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情况之下 丈夫就强行发生了性行为 这种婚内强暴 从根本上来说 这是对妻子一种人格的侮辱和践踏 对吧 这是对于妻子人格独立 人身自由的一种侵犯 咱们再来说 夫妻在家庭生活之中 你应该是平等的 那么这种平等体现在哪 是你有过性生活的权利 但是我也有拒绝过性生活的权利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可以愿意 我也可以不愿意 我有拒绝的权利 任何夫妻之间都应该在思想上有这个共识 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方完全有权利不想做这件事情 OK 有了这个共识之后 很多事情也就能够去沟通 能够去解决了 我的观点说完了 剩下就留给大家了 有什么观点 把您想说的话 发送到音频下面的留言里面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